欢迎来到牛牛动物院 敌军还有 啊稍微走远了 由于上次咱们举办的首届斗兽大赛 前水虎一只独秀 让不少小伙伴直呼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其实牛牛也一直认为 狮子和老虎的实力算是五五开 那到底是狮子发挥市场 还是游戏本身设定 狮子就没老虎强了 所以今天就采纳一位小伙伴的建议 两狮斗鱼虎 看看两只狮子能否撼动虎王的地位 话不多说 说干就干 那么这次的那台就不去穿山甲那里了 重新建一个 就在牛牛动物园的招牌下面 把那种画山论剑的高度体现出来 这次的那台呢 早就简单一点 第一扣 难以为就OK了 然后再把路连上就行 再给他们准备一座水果拼盘奖杯 谁赢谁带走 嘿嘿 一个字 绝 OK 接下来就去挑选本师的挑战者 狮子肯定是两只熊狮 虎王还是那头虎王 来吧 接下来到底是两狮完成护仇 还是虎王成功未免奠定他的霸主地位 就在此一绝 好的 咱们的老虎已经到了 猛虎即将出笼 哇 看见没兄弟们 老虎刚出笼 两只狮子就已经开始躁动不安 上窜下跳了 你们这样的表现让我很不安啊 难道两只狮子都不敢和老虎碰一碰吗 哇 老虎出手 一个热身飞扑 并没有咒笑 被狮子灵巧地躲开了 目前的局势 老虎也意识到了比较难缠 站在原地 蓄势待发 并未贸然出手 反观两只狮子也没有主动挑衅的意思 还在一个劲里乱窜 说实话兄弟们 我已经有点不看好这两只狮子了 一点都没有强者的沉稳 再看老虎 身边虽有强敌环士 但是仍然稳如泰山 将虎王的气势演绎到了极致 哦 虎王动了 他这次的目标会是谁 会成功吗 来看一下 哎呀 一个恢复再次被狮子灵巧地躲过 看来这次的对手很难缠啊 两次出手都无功而返 烦死了 哎 这 打算直接睡了吗 我去 腐王就是腐王啊 还是这么高调 这么霸气 得 真睡了 瞧 虽然老虎睡着了 但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仍然让两只狮子不敢靠前 上次斗兽大赛 大家都看过 也是老虎睡醒之后将狮子一招秒杀 那么今天也是同样的剧本吗 咱们拭目以待 来了来了 狐王已经睡醒 他会出手吗 动了动了 狐王已经不想再耗下去了 锁定的目标 这次会是谁 一个飞扑 哇 又是秒杀 我的个天啊 看看这只狮子 满身伤痕 那另一只的话 现在更不敢放肆了 拜北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目前天空也正合时意的下起了雪 更为这只狮子的绝望处境 增添了一丝萧瀟 哦对了 带大家去看看 天使的翅膀在下雪天更好看 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 无边的心上 好的 别抽远了 回到战场之上 狐哥已经再次起身 看到接下来 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这场不公平的战斗 哇 这一击有点秀啊 一个90度回旋梯 带走了最后一只狮子 太惨啊 两只狮子同样被老虎拿捏 虎哥成功未免 霸气依旧 虎王还是那只虎王 从当初看到你潜水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虎 牛 那么本次双四战予虎 老虎轻松取胜 虎王名不虚传 狮王还是那个怂了一匹的狮王 接下来回个档 狮子虽然怂了点 但牛牛也没那么残忍 OK 下面就去为虎哥颁奖 水果品牌奖杯 送货到家 Nice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快要接近尾声了 并不是不想给大家建造新玩意儿 主要是现在这个地图 所有的地盘都被我开发完了 如果大家很喜欢牛牛建造呢 后续我就换个地图 从头开始建 如果大家看定了呢 我就去隔壁 为大家养恐龙 下面带大家品一品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后续牛牛就一边建动物园 一边养恐龙给大家看 怎么样 这就是侏罗纪世界电影 恐龙逃离海岛进入人类世界之后 延伸出的游戏 侏罗纪世界进化2 侏罗纪世界 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 一次科学突破 但却完全没有考虑会产生的后果 所以到自然 做了它该做的事情 制造了一场 混乱 这一次 我们还在幻想能控制住一切 还没料到 混乱却加剧呢 片刻间 我们想起了生命的可贵之处 虽然时间 以一种可笑的方式 让我们淡忘了 对失去控制感的记忆 而野心 却顽固地 留存了下来 对于尘封在过去的恐龙来说 时间正变得无足轻重 这些恐龙从科学奇迹 变为了注定只是被开发的资产 或许人类是时候 反思一下真实的 它自然了 这是一个无尽的地环 唯一的目标是 活下来 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人类和恐龙之间的那些分歧 OK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游戏呢 就是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建造恐龙乐园 用来保护它们 为它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那么大家喜欢看我养恐龙 还是建动物园呢 留言告诉我哦 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